看娱乐八卦 砍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近日 吴彦祖售卖豪宅的消息 在网络上流传 房子挂出后 很快就售出了 并晒出吴彦祖那套豪宅的内景 不得不说 学建筑的就是不一样 整套豪宅装修的风格 很有东南亚度假风 精致又华丽 室内空间非常大 室外还有一个小庭院 小型游泳池 据称该豪宅所有人 属于吴彦祖与妻子 Lisa共同所有 前段时间港媒也报道 吴彦祖已经离婚了 不知道这次卖房 是不是在进行财产分割 之前吴彦祖还在社交平台上自曝 已经和妻子分床睡11年了 消息传到国内的社交媒体后 吴彦祖的微博也没能幸免 纷纷求证 吴彦祖不拍戏已经很久了 但江湖上关于帅的传说 吴彦祖的名号依然很响亮 结婚多年少有绯闻 低调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印刺上一条自曝的博文 在国内掀起了飓风 在印刺上 他自嘲结婚10年 我的某器官大概是全身最干净的地方 一位网友评论 结婚10年和某器官干净有什么关系 吴彦祖毫不避讳 因为很少用 网友瞬间炸开了锅 不过 吴彦祖这种特立独行的婚姻 久处不厌的兄弟情 确实让人对婚姻有了新的认知和见解 如果不是真实发生过 是万万想不到 像吴彦祖这么帅气 有才的男人 也会被人撬走女朋友 出生在加利福利亚州的吴彦祖 家里都是知识分子 因为在国外长大 11岁 吴彦祖偶然间 看了李廉杰的武打电影后 迷恋上了武术 后来还拜了一个北京艺人为师 开始学习武术 上大学期间 因为自己懂点功夫 还成立了中国武术学会 收了二十几个徒弟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吴彦祖学的是建筑系专业 而且成绩还非常的好 他又是如何与娱乐圈扯上关系的呢 1997年 吴彦祖和同学们开始了毕业旅行 他一路从美国到日本 目的地是香港 结果一群年轻人没做好规划 开心游玩之后 花光了所有的旅游缴费 身无分文的吴彦祖 只好向家人求助 以购买回美国的机票 但定居在香港的姐姐建议他 去当几天兼职模特 正所谓 吴心插流柳成音 窘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却成了成为日后 吴彦祖进军娱乐圈的敲门砖 短短四个月后 他因地铁上的一张广告海报 被导演杨凡选中 当他把吴彦祖的照片丢到麻将桌上时 惊艳了当时同在一桌打麻将的林青霞 赶紧让其签下 于是 就只是因为长得帅 吴彦祖就从一个建筑设计系 刚毕业的大学生 闯进香港娱乐圈 拍起了电影 1998年的《美少年之恋》 是影视作品对于吴彦祖美颜的最初记录 脸庞干净如玉 气质清纯阳光 虽然演技略显青涩 但眼神清澈 寒情的咄咄逼人 他在电影中的光芒机会 盖过了冯德伦 让所有人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也让本来只是想玩票的他 片约不断 各路导演纷纷邀请 彻底打破了他回美国做建筑师的梦 还好 这也让他遇到了身材火辣的Magic Q Magic Q中文名字是李美奇 拥有五国血统 出生在美国夏威夷 17岁那年 Magic Q四处旅行 最后到台北当起了模特 但是在那里 他并没有得到很多机会 生活非常艰难 1998年辗转到香港之后 他遇到了成龙 成龙很快就发觉了他的动作潜质 于是Magic Q一边做模特 一边开始向动作女星发展 而此时比Magic Q大五岁的吴彦祖 也得到了成龙的欣赏 签约到了成龙的公司 同样的经历和背景 两颗孤单寂寞的心 就像干柴烈火 很快烧到了一起 虽然吴彦祖在国外长大 但是因为父母的教育都是忠实的 加上父母的以身作则 吴彦祖对于感情这一块很传统 也很深情 恋爱的时光很甜蜜 两人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顺畅 1999年 吴彦祖与成龙 舒奇合作 玻璃尊 然后与谢霆锋 冯德伦 叶佩文等 合作 特景 特景新人类等 这些影片的播出 让吴彦祖也开始展露头角 事业上的进步 加上还有美好的恋情 想必那时的吴彦祖是幸福的 可惜 深情的人总是受伤 吴彦祖也不例外 2000年 李美奇与陈冠希 冯德伦合作 特景新人类2 然后 就和陈冠希认识了 不知这时的冠希哥学会集有没有 随后不久 他与李美奇的绯闻传了出来 当时很多人觉得 是因为宣传编的炒作 但是随着照片的流出 让大众还是有些相信了 这时的吴彦祖算是颜值巅峰了 但是居然被挖了墙角 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 他的这位女友的心 真是海底珍呢 随着事件发酵 没过多久 吴彦祖就与李美奇掰了 吴彦祖在圈内 是少有绯闻的 虽然当红时 因为各种影片 传出各种绯闻 但是 可信度几乎没有 真正算起来 似乎在婚前 就李美奇这一个女友 分手之后 她还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抑郁 梦到李美奇还流下眼泪 在随后的时间里 陈冠希与李美奇被拍到一起出行 还有女方留宿 男方家中等 且在2012年时 陈冠希还晒出 与李美奇的合照 赞美女方 陈冠希发图片后称 从2000年至今 两人都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但算下来 2002年 李美奇还在与吴彦祖的热恋中吧 只可惜当初苦了吴彦祖 为了一个留不住的人 一个不值得深情的人 还把自己折磨了一段时间 真不值 曾经李美奇还吐露心声 称吴彦祖仍是心中最爱 可惜她的深情被辜负了 吴彦祖虽然当初伤心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遇见了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 Lisa S 在这期间 吴彦祖的演艺事业 也是快速发展 随着 《新扎失魅2》 《妖夜回廊》 《望角黑夜》 《新警察故事》 《夜宴》等影片的播出 吴彦祖的个人魅力 也逐渐得到释放 不仅仅只有帅气的外表 还有逐渐精湛的演技 而后 吴彦祖指导的首部影片《四大天王》 还获得金像奖 新进导演奖 吴彦祖随着演艺事业的红火 个人情感生活 也迎来了美好的结果 2010年 吴彦祖与相恋八年的女友 Lisa S结婚了 当年 Lisa S的照片曝光后 无论是媒体还是路人 几乎都认为 这分明就是翻版李美琪 现任和前任的相似度高达80% 不得不说 属于李美琪的那一段 大概已经读入吴彦祖的基因了吧 吴彦祖曾谈到 他与妻子有很多相似之处 吴彦祖喜欢南非 他觉得那里是个纯粹原始的地方 在恋爱期间 他带Lisa S去南非待了一个月 而且在吴彦祖事业巅峰时期 虽然因为宣传影片 然后传出各种绯闻 但是女方并没有什么怀疑的 两人的婚礼也是在南非举行的 没有什么华丽壮观的世纪婚礼 他们的婚礼只是纯粹的 天地为正 以情为事 当然 Lisa S的身份也不简单 他的父亲是赌城拉斯维加斯 著名赌场饭店 凯撒公总裁 白富每一个 吴彦祖和Lisa 恋爱长跑八年 结婚十多年 加在一起 两人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 婚后 吴彦祖减少工作 在妻子怀孕期间 吴彦祖自己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 下厨做饭 从一个电影明星 转型成为一个家庭富男 2013年 女儿出生后 更是无心工作 成了名副其实的奶爸 吴彦祖自称 沦为被女儿控制的奴隶 索性就为自己和女儿 安排了一个长达一年的假期 吴彦祖出席活动 也是经常提及女儿和家庭 只不过 声称继续生孩子的她 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联想到开头吴彦祖发的那条消息 不知道这之间有没有联系 再结合近日 有香港媒体爆料 称吴彦祖同其太太Lisa 疑似已经离婚了 而其中的一大根据 就是吴彦祖和Lisa 两人在结婚纪念日上 没有任何的互动 分床而睡11年 要知道 往年在这个时候 两人都会进行甜蜜的互动 疯狂地给大家撒糖 而这一次 却突然 连表态一句都没有了 最近 吴彦祖抛售豪宅的消息 也在大肆传播 这样反常的情况 怎么不会让人 起疑他们两人的 婚姻亮起红灯呢 不过 没有得到本人回应前 都是外界对他们的猜测 当然 成年人的婚姻 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后 双方自愿签署的契约 维持平衡的不是法律和金钱 反而是良心和义气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 可是到后来才发现 唯一切合的只有我们自己 这个世界本就没有治愈一切的良药 能寻到两条绷带 亦算不错的缘分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